在距離地表約一萬九千三百公里外的太空某處 有三十多個GPS導航衛星正繞著地球轉 多虧了有這些衛星 你再也不用靠太陽、月亮和星座來尋找方向了 如果GPS突然失效的話 會有多嚴重呢? 嗯...今天就讓我們來找出答案吧 一開始你不會發現任何的異狀 當你起床後洗了個熱水澡 不像平常一樣準備早餐一樣有電有水 也沒有任何東西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會注意到的第一個狀況是 你最喜歡的成間節目並沒有出現在電視上 而你只好安靜地吃麥片 上班時間到了 在你上車後發現GPS無法正常運作 看看四周 你會發現有數十位同樣感到困惑的駕駛 正試圖開啟他們的GPS 嗯...隨便啦 不使用導航也是可以到辦公室的啊 開在熟悉的街道上 公車站擁擠的排隊人潮讓你嚇壞了 你可能以為只是出了交通事故吧 你把車子停在提款機前面想要領一些錢 但提款機竟然也壞了 你試了其他提款機 但他們全都無法運作 真是奇怪 你終於到了辦公室並打開電腦 你會先注意到網路速度變得非常慢 雖然網路還有用 而且你也能夠查看Email 但打開單一網站的時候卻非常的久 所有同事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但不幸的是這並不是唯一的狀況 當你嘗試撥打國際電話時會發現電話不通 不管試了多少次結果都一樣 你決定打電話給朋友 也許他們可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一般的電話也打不通 突然間電源突然中斷 但幾秒後又好像恢復正常 另一方面短暫的斷電 關閉了辦公室裡大多數的系統 這個時候才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 而你不知道的是所有的GPS衛星在晚上突然停止運作 而現在全世界的人正思考著沒有衛星該怎麼辦呢 這些問題比無法導航要來得嚴重許多了 當你和同事試圖弄清楚辦公室中所發生的事情時 全世界的飛機正偏離航線並從空中墜毀 船人會直接駛向礁岩、懸崖和冰山 因為訊號不同 飛巡員無法與空中管制中心取得聯繫 而全世界不同地區的船輪將無法與其他地方進行通訊 事實上人類對GPS的依賴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GPS指的是全球定位系統 GPS衛星對人類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因為它們具有原子中 原子中是世界上所有時區都需要的時鐘 如果發生故障 那麼幾乎會使所有事情停擺 從供電到網路、電視頻道和電台以及行動網路 這就是GPS之間對所有數位通信系統的重要性 就是講我們回到了還不使用GPS的年代 沒有廣播或頻道訊號 而且網路速度非常的慢 你將無法獲得最新資訊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抵達辦公室不知道幾小時後 世界各國政府開始召開了緊急會議 他們正試圖尋找能夠應對這場 失去GPS災難的方法 這確實是一場災難 不幸的話你自己看 緊急救援無法快速到達事故地點 消防員不能及時撲滅大火 醫護人員太晚到而無法挽救性命 數以百萬計的卡車、船輪和火車無法追蹤 泰國依賴精確時間的社會基礎設施都開始崩潰 銀行系統將失去作用 因為金融交易比其他事物都更依賴時間 沒有精確的時間 所有電腦控制的網路都違在淡系 而在現代 很少有系統能夠完全不依賴電腦 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中午 網路便完全中斷 你儲存在雲端上的所有資料都會遺失 又停電了 這一次電不會再回來了 電腦控制的廢水處理也失效了 現在工程師們都只能手動備份 你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工作 因此決定回家 嗯說得容易但做起來真的很難 所有交通耗制都切換成預設的紅燈 城市的街道變成了巨大 而且無法移動的人龍車潮 在所有事故中 航空業遭受的損失可能是最大的 到目前為止 由於GPS故障 已經有數架飛機墜毀 世界各地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到了晚上很明顯的 沒有GPS的現代世界已經是一團亂了 交通、金融、通訊、電腦 失去GPS衛星已經影響到生活中的各個領域 有些系統雖然有備份 但也只有少數 它們只能在持續運作幾個小時 也就是說 這只能作為短期的解決方案 這就是為什麼經過幾個月 甚至短短幾週後 食品工藝商會面臨巨大的交貨問題 人們會發現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 大多數產品的價格飛漲 在超市中已經很難找到進口商品 換句話說 如果所有GPS衛星都在一天內發生故障 人類的科技將倒退到幾十年前 損失的金額將大到無法估計 好好好 沒有GPS的世界看起來很可怕 即使只發生一天 我也不想要嘗試 但最令人驚訝的是 這種狀況其實已經發生過一次了 而時間就在2016年的1月 由於維護過程中出了差錯 誤射了16顆衛星的時鐘 雖然只差了13微秒 也就是百萬分之13秒 就像彈指一樣 不再更短彈指這樣 總之該錯誤 馬上就用備用系統進行更正 雖然乍看之下 這個差錯 好像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但它卻在整個北美洲引起混亂 而這場災難 持續了超過12小時 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地區都回報 廣播電台、消防和警察部門的設備界 無法正常運作 而且電力也無法正常運行 幸運的是專家設法快速解決了這些問題 但同時這個小差錯所引發的問題 卻比預期的還要久 BBC的廣播電台共停擺了整整兩天 現在我們知道GPS的影響有多大 那要不要聽一些很酷的GPS衛星知識呢 到目前為止 人類已經發射了74顆GPS衛星 其中有31顆全天候運作 幫助你解決迷路的問題 另外9顆是備用衛星 目前有2顆正在測試 有2顆在發射的時候墜毀了 還有30顆已經退休了 什麼?那他們有拿到退休金嗎? 要維持整個全球定位系統 所需的GPS衛星最小數量是24顆 但GPS接收器只需要4顆衛星 就能夠在3個維度上定位你的位置囉 如果只有3顆衛星 GPS接收器還是得嘗試猜測你的位置 但如果位置在海平面的高度 那它能猜得非常精確 在被稱為GPS之前 該系統被取名為Navstar 1978年第一顆Navstar衛星已經被送上太空 可惜的是 發射的10顆衛星中 有一顆沒有進入軌道 但現在想想這結果算還不錯 至於功能完整的GPS衛星 則是在11年後 也就是1989年發射至太空 雖然好像汽車一直都在使用GPS 但直到1996年 這種科技才出現在日常的車輛當中 在此之前我們有紙本的地圖 還有人記得的這種東西嗎? 現今你可以買到GPS鞋子 避免迷路的時候讓其他人可以找到你 玩笑歸玩笑 其實這雙鞋的設計目的 是為了幫助記憶障礙的人士 嘿 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知識 請給影片一個讚 並與朋友分享喔 這是我覺得你會喜歡的其他影片 只需要點擊左邊或右邊的影片 並持續鎖定亮生活頻道吧